Windows 7的Play 2播放制功能 只需几个简单的步骤 就可以把画面传送到家中的各个角落 在使用这个Cushion功能之前 要先记得将电脑与播放装置都连上网路 确认网路连接好后点选左下角的开始 所有程式 开启Windows Media Player 开启之后点选左上方工具列的串流处理 可以看见三个选项 以下我们用小七和小将的电脑 为大家介绍三种串流方式 首先介绍第一种串流方式 小七开启了Media Player 勾选自动允许装置播放我的媒体 在同一个区域网路内的小将 在他的电脑也开启Media Player 就可以在左下方其他媒体柜 看见小七的电脑名称 点选后就可以直接播放小七的媒体柜档案 接下来是第二种方式 如果小七勾选允许远端控制我的播放程式 则小将可以控制小七的电脑 并且在小七的电脑播放影片、图片、音乐等 像画面中小将只要在影片上按一下滑鼠右键 点选播放装置 选择小七的电脑 小七的电脑就会自动播放影片啰 除了电脑之间的串流 也可以打开Xbox 360 把影片播放至电视荧幕上 直接观赏哦 最后如果想要连接家里与公司或学校等 不同区域网路的电脑 只要勾选第一项 允许透过网际网路存取家用媒体 点选连接线上识别码 再输入你的LiveID 也就是MSN的账号密码 就可以连接了 只要第一次勾选起来 以后不必重新勾选 就可以直接使用Play2功能 真的很方便哦 赶快试试看吧 更多的Windows 7功能